第13题 将一支磁针先后水平放置于距离一条 亲自导线南方10公分的A处 与南方20公分的B处 如右图所示 导线通于稳定电流后 以地磁南北方向为基准 则有关于磁针在AB两处的偏转状态之比较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晓得电流磁效性 跟电流大小成正比 跟距离成反比 所以A距离比较近 B距离比较远 所以A的电流磁效应产生的磁场比较大 B的电流磁效应产生的磁场比较小 所以A应该偏转比较多 B应该偏转比较小 而选项是一说 AB两处磁针不偏转 有没有可能不偏转呢 我们是有可能的 根据我们的安培右手定则 我们的电流朝上 所以我们可以比出来手势像这样 那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在这个导线的右边这里 它的磁力线的切线方向呢 是指向北方 也就是说地球磁场要N级指向北方 电流磁场也要N级指向北方 这样它就不会偏转 但是体里面的A跟B 并没有放在右边 所以它是会偏转的 所以我们就知道 第13题问我们说 有关于磁针在AB两处的偏转状态是比较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呢要选A 在A处持针偏转比较大 比较有关于磁针的